他就問我說我現在才沾黏 我說不是 你看完道就沾黏 他說為什麼我十年之後才發生 對啊 為什麼那麼晚 我說你衰啊 對 因為 這個就是你倒楣 因為科學的說法 沒有沒有 因為那個腸運氣不好 不是不是 腸子在肚子裡面 他其實本來如果他沒有沾黏的話 他活動是可以一來一去的 對 你只是剛好在那個腸子 他在他有些地方被沾黏 他就有點固定住 可是正常的時候你稍微塞住的時候 腸子會自己轉彎 就是會找一個出路你知道嗎 轉過去然後他就一直流過去 可是你那次就是很倒楣 他剛好塞得很嚴重 他又沒轉過去 你就塞住了 喔 那我請教一下 比如五十肩算不算沾黏 那個是肩膀的沾黏啊 五十肩它是 所以你是整個關節囊被黏住了 我們又稱為 好像你的肩膀被冰住了一樣 動不了 病人會說手抬不起來 然後這種抬不起來分主動跟被動的 主動式的抬不起來是 有的病人他是因為痛 他抬不起來 對 有的人他 但是被動式的你可以去檢測 當醫生說好 你放輕鬆 我來幫你瞧看看 醫生如果真的拉 都拉不起來的 那才是真正的五十肩 五十肩 對 如果醫生慢慢慢慢弄 其實可以抬起來 我說你看你可以走起來 但是會痛啊 會痛啊 那種通常不是五十肩 放鬆睡著 然後我們徒手 醫生這樣 這樣子 對 就把他給拉開來 那是不會痛就對了 麻醉會痛 對 因為他麻醉嘛 對 等他醒來之後 他就覺得好了 他痛得到 他怎麼可以痛 沒錯 還是來放文家特吧 媳婦怎麼都沒有傷口 在哪裡 因為裡面堪死的地方 他這樣抬起來 你這樣抬起來 你這樣抬起來 我請問你們手術 那請問一下神經醫師 抽紙不是這樣抽嗎 那裡面會不會沾黏呢 會吧 我們刻其實跟其他刻完全不一樣 我們刻最怕就是不沾黏 什麼意思 我們講好了 我們如果開雙眼皮 它如果不沾黏 我們刻反而最怕就是不沾黏 我們刻得病發生 後眼就不沾黏 這邊是毒裡面變藥了 對 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比如說拉完皮之後 我們總是希望皮拉上去嘛 對 它不黏住又掉下來了 對 有開跟沒差 開沒差嘛 可是我的意思說 你的抽紙會不會抽完之後 也會有沾黏的問題 會啊 一定會 會 這會 抽紙它沒有進到腹腔裡面 它不會有腸子沾黏 它那個報告意思是想說 只要脂肪 可是只要發炎過的地方 都會沾黏在一起 對 因為它抽還是會 還是會 可是那個不會造成症狀啊 裡面不會怎樣 不會症狀啊 對啊 你自己沾黏自己的沒事 按摩跟熱膚就會好 那我們最常碰到的狀況是什麼 腋下開糊臭的病人 開完之後 因為我們是把裡面的頂張線拿掉嘛 然後之後它其實是一個傷口起來的狀況 我們是希望它傷口能夠黏回去 就有時候是這個病人 比如說他免疫力不好啦 傷口照顧不好啦 結果回來之後還是沒黏回去 我說我收拾好了 可是我這邊多一個洞 然後那個皮要先來先去的 所以反過我們科最怕的是不沾黏 這很奇怪 其實我們外科也是有的 像乳癌的病人有沒有 你整個那個乳房拿掉以後 不是剩一層皮嗎 可是有人會積很多水 但是它不沾黏 就是那個皮不黏到那個肉上面 一樣 所以沾黏有些地方是好事 有些地方是壞事 其實我之前有碰過一個例子 還蠻特殊 也蠻冤的 一個三十幾歲的妹妹進來 然後她就是 講妹妹很奇怪 三十幾歲的女性進來 然後她就是一個腸子沾黏 腸子蠕動不過去 然後整個肚子脹到不行 脹得快破掉 然後來手術 我們就真的看到說 她有一段腸子 黏在那個就是骨盆腔底那附近 然後那邊就有一坨 疑似是防沾黏的東西 溶掉的東西 黏黏的在下面 所以看起來好像對她來講 放了防沾黏的 在這個case裡面不見得有作用 所以她可能就是做過那個 她是脖腹產 她唯一的病史就是只有脖腹產 她是個健康的人 她唯一只有脖腹產 所以有時候也很難 放了防沾黏的也沒有說 百分之百就一定預防 但是不放有時候 你心裡面又覺得不是很安定 因為有這樣子的東西 是好東西來防治 不過再補一下 因為脖腹產就算我的 我先講 這個我常常說 一些預防性的行為 就像你去學校唸書 老師會把標準的教你 但是不保證你一定就有成就 防沾黏標準答案是 可以減少百分之八十的沾黏 就算百分之二十的沾黏程度 其實它是可以減少 這叫做標準答案 可是我想江醫師 我們外科系醫師很了解 有時候開進去 有時候她痛得要死 就只有一小段 就剛好 就造成症狀 對 然後那個沾黏分完了 剛好就卡到 所以我們要臨床症狀 對 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體質 比較容易沾黏 對或是算比較胖的 或是比較瘦 或是比較瘦 沒有 真的沒有辦法預期 而且不分胖瘦 而且我要幫那個 沾黏的醫生要講一句話 因為有時候 我們學弟去看那個沾黏 都被告 為什麼 人家只是一個長沾黏 因為真的很黏 她一直在分就一直破 一直分就一直破 結果那邊的都很慘 你知道嗎 開個沾黏死掉了都有 她因為沾黏造成長沾黏 你看進去結果 腸子破太多了 沒辦法 她就一直補嘛 補完之後還是破 那如果不痛不痛就沾黏了 沒有 痛的是她沾黏有症狀 她已經腸主塞了 你一定要開了 可是開進去 因為實在太沾黏了 結果她只是想要去解開那一段沾黏 結果把腸子都弄得 我根本等於沒救 對啊 也沒有 所以就是要 我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以前我一個老師的智慧 我老師智慧到現在一直在沿用 我們開第五次脖子產 哇 蠻難開的 她一邊開 因為那時候病人醒了 她說 某某某 病人醒了 第五次脖子產 因為脖子產病人醒了 某某某 我現在五十幾歲要六十歲了 那你這個 還沒有問題 以後想再生 因為我可能退休了 對面這個是陳醫師 你下一開交給他 我心裡在那邊一直甩 那一開很難開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幫你找一個工作啦 但是我就知道這個要繁城 所以以後我也很快的 就能借給年輕醫師 直接在 所以現在只要開 比如說我們在開到 長沾年的case開的時候 我都一定跟他講 我不知道你上次是什麼時候開到 我也不太知道你開什麼時候 但是你這次開到 我一定建議你放防沾年的貼片 對 這樣子之後沾年就會減少 可是醫師有問題啊 他已經譬如說 付了一萬五次防沾年 結果你開完他還是沾年 沒有就是跟黃醫師剛才講的嘛 沾年就是降低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你降低百分之七八十沾年 你就會降低很多percent 你會產生症狀的機率 對但會不會跟你炒出 我們都防沾年都花了錢 會啊 所以我們都會講啊 我就說這個沾年只是降低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你之後會產生長沾年的症狀 會比人家少很多 但是不保證你一定不會 完全沒有 我覺得醫生要講清楚 因為大部分醫生都會講說 當然都是護士來跟你講 都會說 這樣子你就不會有沾年 可是我們發現那個 對 我聽到是這個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 沒有 可是我們發現獎金也沒什麼用耶 最後病人還是大部分都是結果論 他如果出事他一樣講 他如果出事他一樣講 他不那麼貴 所以每次來急診我都說 所以每次來急診我都說 還好你就是用了那個才這麼晚沾年 你要不要到我們醫院急診間長 不是 我覺得醫生要非常有智慧 那個要靈巧度非常高 因為在我們科來講的話 其實代謝症候群非常常遇到 那代謝症候群顧名思義 主要就是三高嘛 我媽媽都有 那其實這一些也說 它到底跟病發症死亡率 有什麼關聯性 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我們有做那個 十大死亡原因嗎 其中腦血管疾病 心臟疾病 腎臟病 腎臟病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說的 代謝症候群後面會衍生出來的 病發症 他們總共加起來 比排症死亡率還更高 也是全部排行的B名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主要 我們現在聽到 像之前不是影片 有一些什麼中風啦 那有人直接唱歌唱到一半 倒下去啦 它都是屬於我們這一塊的範圍 那這一塊它的這些東西 都是大家有警覺 他就會知道 可是我要講的另一個 是所謂的糖尿病 其實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糖尿病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醫生的心態來講 它是一個 可是因為其實不只台灣 其實現在的全世界 都肥胖的關係 糖尿病比例一直在上升 那為什麼我們會講到說 糖尿病足 這個東西是在內分泌科 或加一科 我們很常拿出來討論的 糖尿病的人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這個糖尿病 會造成不只是血管的問題 它會讓我們周邊神經麻痺 所以你看有些老人家 他去洗澡 他很喜歡在冬天泡熱水澡 他泡熱水澡的時候 腳其實是沒有溫覺得 他沒有感覺的 他泡進去其實腳就是 那個水泡啊破皮 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老人家 尤其像我之前在內分泌的病房裡頭 十個病人裡頭 至少五個到十個 就是非常多的病人 是因為他第一個 他傷口癒合不好 第二個他不知道他有傷口 所以等到來的時候 都已經 比如說這是五隻手指頭 這兩隻手指頭 已經全部都要爛掉 所以你看他們都是 反覆地進整形外科 進整形外科清創 清創完之後傷口流著 我們在看到它一直越來越往上 有時候我們會討論說 要再往上一截把它整個截斷 所以換言之 如果你是在手這邊 有可能要截到我們的膝蓋 那有些病人 他突然的那個感覺不同 他會覺得 我不就在這裡嗎 為什麼不截這裡就好 所以到時候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併發症 會跟我們的 就是尤其我們 以前其實蠻常看到骨科醫師 在跟病人的家屬在 兩個在爭場 你們要截多長是怎麼算的呢 沒有啊 看那個水管供應的好到哪裡 但是因為那個 有沒有關節影響差很大 你有關節去那個 比如說膝關節還在去弄 膝上跟膝下就差很多 膝上它差非常多 育後差很多 育後差很多 今天其實就有病人 他來是已經一半的 從這個髖關節 全部都拿掉 所以他就是全部都沒有 其實這個還是偶爾會見到 那所以它是一個很隱藏 在一般的糖尿病 他會不知道 最後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好恐怖啊 到底還有哪些併發症 會要你命呢 廣告之後告訴你